这也很贵耶 我去菜市总统会吃大粽 最近蔬果受到天气冷的关系 价格不断上涨 国际福伦社成立 习食台湾行动协会 板桥的习食厨房也受到影响 捐赠量出现不足情况 但习食便当不能因为 食材短缺关系而断吹 而在去年9月份 开始板桥地区送餐独老的扇行 除了让议员里长感念在心之外 并已见蔬果行业者 提供果菜加入扇行行列 在我们周边有一个大家来蔬果 那宏董也是非常有扇心的东西 他就马上来 他要支援 所以我们就这一次 我们就专程的送一些蔬果 来给人一起餐厅 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忙 蔬菜水果是我的专行 所以我能回归社会 一人帮我 然后我能回归社会 我很高兴 习食厨房以环保概念珍惜食物 来自各界捐赠NG蔬果不浪费 制作成习食便当 关怀双北独居长辈 而每天制作超过上百个便当 需要外界支援食材 从里长感念习食厨房 引进业者提供支援 相信爱的循环已形成 让关怀的力量更强大 经过这个几个月 开始跟里长合作 表现我们的善心 而且里长真的让我们感动 而且他们主动 邀请他们的一些好朋友 来送我们一些食材 就是一个善的刑款 让我们周遭的社区 同样感受到 台湾人就是这么有爱心 一起来做公益的活动 很多贵贵贵来提供出来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 来县一县起来 台湾有什么好处 就是真有一个爱心的 我们不是像少爷少后 要少台湾的活动 一份颖环保息食 再加上集合各界力量 制成的习食便当 除了人力制作送餐之外 还有食材的物质需求 才能让这份爱的便当 远远不断 温饱双北的独居长辈 记者的例如新北报导